2AAC313直升机 这是中国自行建造的第一款可以上高原的打型直升机 此前中国只有S70通用直升机 密林下171直升机具备高原飞行的能力 这对占据中国超过四分之一地理面积的高原地区的行动带来巨大不便 S70是美国著名的黑鹰直升机的民用版 购买于中美逆月期间到现在已经超过30年 使用寿命已经接近完毕 却因为中国缺乏高原直升机不得不继续服役 带来不效引化 你到171虽然具备高原能力 但是中国装备的你171数量稀少 难以满足需要 因此 AAC313直升机的出现对中国至关重要 AAC313脱胎于直8直升机 但加入了大量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新设计 这让AAC313具备了更强大的性能 尤其是在新技术 新材料的使用后 AAC313具备了直复8所不具备的高原飞行能力 直到直把的高原改进行才具备了高原飞行能力 而改机也是AAC313的最初出行和最终目标 但AAC313属于一款你用直升机 装备的是加拿大普惠公司的PT-6C-67B发动机 因为AAC313协定不会不能为中国的军机提供发动机 因此 在AAC313的军用型直18的研制期间 在发动机上进行了国产化升机 采用了全新的WV6C发动机 该发动机最早在天津直播会上进行了展示 官方最大功率达到1300千瓦 装备了三部WV6C的直18的最大功率接近4000千瓦 比使用TV7117微发动机 等米171的2300千瓦更高 大功率让直18拥有了强大的挂载能力和高原飞行能力 由于高原空气稀薄 空气密度仅有正常的80%到90% 这样让凭借旋律推动空气而产生生力的直升机 需要多耗费10%到20的功率 才能提供在正常时的功率 因此在高原上直升机飞行本来就不易 而且直18作为运输直升机 还有很大的运输任务压力 不过从此前的新闻报道中可以看出 直18已经完成了高原飞行 其性能指标为高原飞行 可以吊装10吨的火物 而中国目前最新的AT4型轻型榴弹炮的总重量不超过10对 可以用直18调运上高原 可以和帮助印度调运M777或炮的CH47争锋相对 而且直18直升机未来可能将在直20通 用直升机服役前 作为中国应用最广泛的运输直升机使用 目前中国已经采用直18作为航母舰载预警机 高原运输机 航母舰载反潜机等多个机种 尽管在运输上选于EH101 CH47 CH53 而且尺寸比UH60黑鹰大 不能用于一些小型军舰的起降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直18的出现是一个好兆头 说明中国的直升机产业正在向成熟发展 在直-20服役后 直18作为大型直升机 可以作为直20的补充 调装大型军用设备 蔚蓝和直20重型直升机 组成中国独特的运输直升机普系 作者署名全球军事热品出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